大家好 莎姐 今次會和大家說 何謂賣全盤的書籍 如何賣全盤的書籍 很多人都投訴過 通常都會賣全盤的書籍 通常都是找我執手 他說他會賣全盤的書籍 我們議會的時候也試過 請的時候他會賣全盤的書籍 我發覺好像不太多圖 一早就在插一插一插的文件 沒禮手可以做半個早就在插一插 我便說他現在真的不太 怎麼回事 他明明說是賣全盤的書籍 我現在重新告訴大家 所謂賣全盤的書籍 不是你們用戶口軟件 戶口軟件不是很好的 你只要打好東西 它就會彈掉整個平衡 整個資料都彈掉給你的 因為你一定評到的 它不評到你死不了 但是這樣在我們角度來說 這樣不算是關掉全盤數 關掉全盤數的定義 就是你自己清楚你的盤數 你甚至有沒有這個會計軟件 你都可以埋到一盤數 而且你懂得執策 執策是比較誇張的 但你起碼要知道自己的盤數是甚麼 你能夠回答別人 那你才叫做適合全盤數 如果不是你只靠會計軟件 一定能埋到的 你裡面的餡料都錯了 其實就不叫適合全盤數 你只是會計軟件幫你埋了一盤數 而你只是一個data input 所以如果你說給別人簽 你會認識全盤數 那你預料到別人問你 任何關於你的帳戶上 你自己進的東西都要認識 如果你純粹你真的進了之後 你的帳戶是甚麼你不知道的 那你不叫做適合全盤數 因為就算會計師樓 如果有些會計師樓請客 他可能跟你說請帳戶 你可能不認識全盤數 其實不一樣 如果會計師樓請帳戶 全部都要你認識全盤數 除非他會計師樓 除非他會計師樓 他會計師樓 如果不然他會計師樓 他會計師樓 知道你自己可以計師樓 但整盤數是不需要人家計師樓 所以大家有時看app 找工作 他說全套預約的時候 你要想一想 你是否真的會埋到全盤數 你自己都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他寫全盤數 尤其是中小企 就是你一個人 搞定的 到時老闆就會直接問你 關於這條數為甚麼 這條數為甚麼 為甚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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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個心理準備 如果寫全盤數 尤其是中小企 你遇到一腳踢 老闆是直接找你的 但如果你是稍為中型 或者大型的公司 雖然寫全盤數 但其實未必需要 只是需要你知道 大概是怎樣 大概是怎樣 所以那些可能分分鐘 是你上司會 才看完 你可能都是做partner去幫忙 你就會輕鬆些 這次就說到這裏 如果下次見到有全盤數 大家想想 如果不是 你便可以 再賤一點的方法 去會計師樓做training 那裏做一年 可以等於你十年 好的 拜拜